Ryo聊四季 天天都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脫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公益杯的比賽 OK 那這場比賽呢 又是GL內戰喔 Dout對上Viper 兩位都是... 非常歷史永久的職業選手 像是以肉來比喻的話 就是飛殼等級的大魔王 兩個都是大魔王等級的玩家 又再次遇到了 這一次我覺得選擇的文明相當有趣喔 一個是選擇了中國 一個是選擇了波西米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兩邊的文明差異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他是沒有火槍火炮的文明 波西米亞則是由城堡時代可以產生化學 然後可以點出火槍兵的文明 而且帝王時代還有流彈炮 甚至比火怕還要強 那我們就來看看 兩邊的這一個... 有沒有火炮的差異 打起來的結果會是如何 那中國人稍微介紹一下 他這個文明特色是開局時 村民樹會多三村 但是肉會減兩百肉 所以前期的這個村民就是 只會多個一村或是一村半 多折兩村而已 所以Dout這邊的前期經濟優勢 要特別好好利用 但是以賽斯來說 由於開局的村民樹會比較多 所以並沒有像阿拉伯那種 前面的村民樹領先了更多的感覺 畢竟很快就可以升到城堡時代 這個村民的劣勢 並不會被延續擴大或是放大 這麼的嚴重 所以在供應杯裡的中國 選擇中國的玩家們 或是職業宣手們 這個勝率是有點悲催 我是覺得有點悲催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目前我只看到只有Hera 用中國贏了viper一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 Dout的中國 會不會有特殊的打法 OK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Poshimian Poshimian擁有這個 免費的挖金挖石技術 而且修道院裡的科技 宗教狂熱跟神聖思想 可以分別增加生旅 生旅跟村民的血量給予通速度 所以呢 Poshimian 他的主要經濟加成是在城堡時代 雖然封建時代有免費的挖金挖石 對他的後續戰術來說也是相當不錯的 畢竟有免費的挖石的話 也可以在封建時代很快挖石的 生到城堡時代 馬上蓋一根城堡出來出戰車 也是Poshimian一個很常見的戰術 OK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會怎麼打 那這張地圖還是稍微說明一下 這張地圖灰色的部分 這個石頭區域 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沒有辦法完全的圍死 所以這一點 是比較考驗選手們的防守意識 還有該怎麼去血防自己的領土 OK 那來看一下 這邊 是已經補了一個軍營 當然軍營的下的部分 稍微慢了一點 風箭時代跟剛升上去 可能沒有辦法馬上下射箭場跟馬舟 所以打一個極限出漏馬 可能是會慢了一點 但應該還是會下馬舟 因為這裡沒有挖任何的金礦 所以馬舟的可能性還是更高一點 那Viper呢 這邊是打出了三棒棒 三棒棒 轉裝甲步兵的策略 轉裝甲步兵的策略是相當好的 那以以前的戰術角度來講的話 他就是黑棒棒 轉裝甲步兵 然後用三棒棒轉裝甲 去爭取升城堡時代的黑跳成戰術 那以單純的黑跳成戰術來說 其實是不會去升級裝甲步兵的 因為裝甲步兵的造價是非常貴的 140熱 而且還要40黃金 其實這個以黑跳成的成本來說 是有點偏貴的 所以如果點裝甲的話 現在是黑跳成 不太會有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道德這邊是有可能判讀了 Viper這邊 這邊轉裝甲應該不是黑跳成 後續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攻勢過來 不是單純的三隻裝甲壓制而已 看一下Viper這邊 Viper這邊確實也是出了工兵 並沒有單純直接黑跳成上去 道德這邊也是看到了 你既然三裝甲 後續應該也會有工兵過來 被建議剩裝甲步兵是需要挖金礦的 所以道德這邊是預判了 出了個毛兵 但這邊肉馬其實沒有必要 在家裡一直巡邏 趕快去Viper家裡 趕快繞 去打Viper家裡會更好 因為肉馬在這邊的影響力 是非常非常低的 除非數量夠多 才能影響到一些 不然家裡只要產出 弓兵或是毛兵 就可以守住了 所以這邊肉馬一定要出去 外面搞事一波 好 那這邊看到肉馬過來 打個幾下 中下步兵還在砍 這個馬就有機會嗎 看起來有點困欸 好 槍兵直接戳到了道德的幾隻肉馬 我的天 這三隻本來出去不應該被戳到 這戳到看來是做不了事情 可能要原地返回了 要不要返回救一下家裡呢 既然做不到事情 那就回家 讓自己的家裡防守壓力更小 但是Viper這邊很順利 拿掉了自己的 對方的這個馬就 所以現在是沒有辦法 很好的去 再進行出肉馬 反擊對手 然後可能道德這邊 可以利用中國自己的農田優勢 趕快把自己的農田爆殘起來 那這個農田優勢10% 在前期並不是明顯的 所以 千萬不要想說 自己中國前期的經濟優勢很大 這個中國的10%農田經濟 你要到30分鐘後 或40分鐘後 才會慢慢有感 還不是明顯有感 所以這一點呢 中國要利用好的話 可能要打中後期 但中國的中後期 又我們剛剛回到開頭講的問題 沒有火炮又沒有火箱 經濟科技來說 不是 這個後期的科技來說 是落後餘人 所以 要怎麼明顯利用自己的優勢來說 我覺得對於中國這個文明 是一大難題 雖然中國也可以 產出駱駝啊 或是牆姆之類的單位 但很明顯 他後期的科技陷入 是 不太能打得贏 有火炮的文明 好 那VIPER這邊是 往右直接拉到底了 下方呢 這邊是補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那我最近有看到 有新手在問說 欸為什麼要補伐木場 那如果伐木場不補的話 這樣村民一直要這樣一來一往 而且這個樹木會越挖越裡面 這樣距離就變長了 如果補一個新的話 村民就可以不用走那麼遠 可以藉此增加自己的 這個資源的生產效率 這一點 這跟星海爭霸比較不同 因為星海爭霸的話 就沒有這種細算的問題 但是 斯基地國呢 他的資源算法 是相當的細膩的 你不是單純只有控兵 你還要控你的經濟 這一點我是覺得 斯基地國 比星海還要難 當然啦 星海爭霸也有他難的地方 主要是這個偵查 還有這個瞬間手術 還有強招的一個問題 會更困難 那我覺得斯基地國 比較注重於 在這個 經濟上的資源調配 更為重要 那VIPER這邊呢 是已經點下了 城堡十代之後 轉出了步兵的鎧甲 附衛技術 還有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但是DOT中國這邊呢 也是轉出了戰毛兵 戰毛配騎士 這個搭配組合 還蠻猛的 所以你如果指出騎士的話 會被槍兵戳爛 而且會被生旅招 但是有戰毛兵的話 也可以去打下槍兵 槍兵看到還是得退的 OK這裡用一隻招牆到的騎士 直接爆牌這邊戰毛 戰毛上前 想要硬點長槍兵 長槍兵血量掉的很慢 因為這邊二級的步兵鎧甲已經升級好了 所以VIPER現在是有鎧甲上的優勢 被這個戰毛兵打 並不會那麼痛了 當然還是被壓了回去 這裡轉出一些弩炮 那VIPER這邊是一個雙TC開農 那DOT則是單TC 還沒有開下城鎮中心 那最主要是因為補了兩個碼 本來只需要補一個 但有一個被VIPER的裝甲步兵給拆掉了一個 所以現在木頭 初期來說是有點缺的 而且也沒有石頭 可以去採集 沒有辦法開城鎮中心 當然可能是有賣石頭上城堡的樣子 這邊長槍兵直接被戳爆 哇 沒了 那近期應該聲音 應該會變大聲一點 因為發現我的錄音軟體 好像有點設備 設定有點跑掉的樣子 所以如果聲音或是有些細微的部分 大家也歡迎給我意見 那我有看到的話 我也會馬上立即做調整 也很感謝各位 2024年的1月 也是相當支持我們頻道 可以看到蠻多新手加入我們這個4D帝國的家庭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今年的新目標 就是讓我們頻道突破2萬人 現在已經1.7萬人訂閱了 完全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訂閱 想說可能到1萬初就是極限了 但2024年我們目標先訂2萬訂閱 看哪時候可以突破2萬訂閱 那我們頻道還是大部分人沒有訂閱 但是看的人卻很多 大家是忘記要訂閱這件事情 雖然現在好像訂閱也不是非常重要就是了 油量才是真的 訂閱都是假的 我也是這麼認為 好 那Vumper這邊呢 生侶數量有點少 而且戰毛兵完全不care你這根劍塔 直接衝過來 就是對你的生侶一陣爆打 但你的生侶沒有辦法可以安心著想的時間 這一點是道德做得很好的 好 戰毛兵非常耐抗見識 但最後還是被騎士收光了 那現在只剩下騎士的狀況 就很容易被生侶給反制回去 還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那道德這邊 這邊騎士配戰毛的策略 似乎沒有超到很好的效果 雖然還是稍微壓到了 Viper這邊產兵跟產人的問題 所以現在經濟來說 Viper算領先喔 當然應該是不會領先太多 果然阿 還被道德給反超回去了 這就是四義帝國很巧妙的地方 大家會說聰明多了那一方一定會贏喔 其實也不一定 看那個聰明有沒有在攻注就知道了 Viper這邊至少收春收了七七四十九天喔 可能村民都已經當西水小偷 當了好幾百年 對不對 道德這邊壓制是壓得很好 所以有些看似喔 你們覺得職業選手他們在送兵喔 其實不以為然 他們只是在拖延對方的經濟慘 所以有時候太快下結論也不是很好的 這招到底有沒有用 還是要看實際面板喔 才知道有沒有用 那道德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職業選手 算是他比Miper的職業生涯還要更長 但Miper呢 他有這個年輕的Mate 雖然沒有比Hera更年輕喔 但至少他比道德還年輕喔 所以以手術來說 可能會比道德更有優勢一點 但以戰術層面來說 可能道德會更有優勢一些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來看 道德如何用中國打出他的戰術優勢喔 那Viper這邊看到對方是一個騎士 配上戰毛拼的策略 那自己只要轉出胡斯派戰車 就很好壓制這種組合了 甚至數量異多喔 想打誰就打誰 再搭配深綠去防止對方的投石車 來打這個戰車就很好了 好 這邊清洗兵上前 但是被常常兵錯了幾下 要不要收一下這個料王塔裡面 但是好像忘記可以收 OK 走到一半 只收了一隻進去 目前Viper已經點下了帝王師帶 升帝王時間非常早 道德這邊呢 是一個壓寶壓在這個位置 但還沒有壓得非常深入 最主要是這根劍塔 讓他這邊村民沒有辦法 直接深入到這裡面喔 不然通常都會蓋這個位置喔 想要盡可能的去控掉對方的農田喔 好 那Viper這邊的聖帝王師帶 感覺兩邊不會再開打了 直接看帝王 目前中國這邊也是點下了帝王師帶 波西米亞帝王師帶 主要還是要先打這個火炮 那這個時間點喔 就對他非常有利喔 城堡師帶的這個升級時間 就可以去點化學了 就是這裡 趕快去點化學 那一升帝王師帶 火炮馬上就可以出來了 甚至火槍病馬上可以爆產 但是現在轉戰車 就不太需要去轉火槍了 可能是先轉火炮還是更為重要一點 OK 那DOT這邊是補下了手推車的升級 那VIP這邊手推車也是慢慢補下 城堡拆掉了射箭場 前面也補了一個城堡 應對一下 好少量騎士偷打下中國這邊村民 波西米亞這邊的打法還是偏向於戰車 當然這邊騎士數量很多 直接拆掉一台戰車 但是最後生女招翔的數量並不多 這邊騎士直接硬生生吃掉非常多的單位 OK 後面這一波看起來就差不多是這樣了 那VIP這邊戰車居然直接走到農田裡面 哈哈 但戰車這個單位其實會很怕 數量蠻多的騎士 直接硬財 就是這樣子 之前我說 之前的波西米亞影片 我有說波西米亞戰草蠻怕大量騎士的 有觀眾會說 欸拉達不就好了嗎 但他的移動速度沒那麼快 還是會被貼上 所以大量騎士這個策略 我覺得DOT是OK的 並不是一個太差選擇 當然最好的選擇還是用投石車 但投石車又會被波西米亞生女給造香 而且尤其波西米亞還有胡適派改革 剪下之後生女還不需要黃金 以交換來說 長期還是投石車會虧的 所以騎士應對波西米亞戰車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但是遇到波西米亞又轉槍兵的話 那就很難受了 而且波西米亞的槍兵 對騎士又有外增傷效果 所以實際上打起來 只用騎士去解 是沒有辦法很好解釋所有單位的 還是要搭配一個混搭策略 可能騎士配工兵之類的 騎士、工兵、投石車 可能會比較好 但全部都是吃黃金的情況下 DOT的中國 不知道能不能承受這些黃金兵種的搭配 也是一大問題 這邊巨型投石機還在開拆 城堡快要拿下了 好 這邊有少量的重裝騎士 手撕巨頭 沒有問題 好 這邊再拿一個火砲有機會嗎 沒有 所以巨頭收掉 其他胡斯派戰車 雖然來到了4台 但沒有繼續慘喔 但4台也是很好用的肉盾了 像Riper稍微有點被壓制住的感覺 而且城堡也被拆除了 好 但對方城堡應該也是有機會拿下 待會再慘一台火砲出來應該就OK了 這台火砲在哪裡 在後面 剛剛是不是不小心拉到 反正往前拆喔 好 後面補了一個馬舅 中國這邊想要直接野馬舅在後方 但沒有蓋好 插一下 看到這個僧侶 先拉槍斃去戳他 這裡有更多騎士走得進來 然後Riper這邊呢 他的Posimia 最大的問題就是機動性不足 好這邊想要直接手撕木門 再趕快補一個木門過來 槍斃直接上前搓 搓掉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的血量 中國這邊騎士爆 現在上級馬鎧才剛升好 補下了一攻 Posimia 則是轉出了疾病的升級 現在黃金有點稍微被控住了 現在完全缺黃金 趕快拉一些船門到後方 開始挖黃金 前方黃金這裡也被控了 所以現在 Viper是完全斷經的狀況 用巨頭砸疾病喔 這麼奢侈 我以為砸中了 火炮這邊稍微打一下 巨型頭司機 還是被修了回來 後方的馬舟被控制住的話 這裡黃金就可以安心開採 這邊還要再補一個承認中心 會比較安全一點 反正前面承認中心也被拆了 但現在Viper缺的並不是承認中心 而是現在要來應對前方的騎士的戰力了 槍兵數量再更多一點 而且散了三級的步兵鎧甲還沒有升喔 像被戰毛兵打實在是太痛了 最後還是損失了一些數量 火炮在後面打了一些傷害 最後槍兵戳掉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阿 騎士只剩下少量的5隻 OK 這裡終於有一個地方可以入行進來 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邊重裝騎士開始拉扯 這邊是村民拉爆 好 躺一打 往外拉 躺一打往外拉 也可以 看來這裡並沒有這樣做 倒是直接硬砍也不管了 可能砍幾次了 目前的村民處稍微小小的拉近了一些 但倒特這邊還沒有拿到明顯上的 決定性的優勢 目前麥克風還是用槍兵夾住騎士的騷 好 倒特果然轉出了奴兵阿 可能有看HERA這邊討論過 中國這邊要搭配騎士喔 不是駱駝 搭配強弩喔 可能是最佳組的 我們在前天還昨天的影片 有看到HERA用了這個 中國最穩的組合 倒特可能是想要 試一下他新隊友的招式也說不定 巨型巨頭是不是有點準 好 這邊兩發 直接收掉 那火炮只要一人 三台喔 三台火炮只要一人開一炮 就可以瞬間秒殺巨型頭時機了 這個三火炮能搞定一切了 就跟巨型頭時機一樣 三台巨頭就能拆城堡一樣 好 但下方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直接衝到了VIPER下方農田村民 哇 這裡好像有點爆炸了 好 但強弩已經升級好了 火炮有點厚 好 薄西米亞打強弩 是很好打的 他的榴彈炮的弱點 這個弱彈範圍更廣 所以如果有資源的話 大概還是要優先升級一下榴彈炮 那強弩的壓制力就會比較小一點 而且就算沒有榴彈炮的話 戰車打強弩還是有這個 防禦上的優勢 但最好是要點下這個金銳升級 才會更明顯 金銳的話是10點遠防 強弩怎麼射的話都只有1滴 但沒有金銳的話 射一下還有3滴血 好 VIPER這邊是點下了3級的撲兵板甲 好 這邊被強弩射 果然還是爆血了 好 這邊火炮打後方的強弩 嗚~~ 傷害有點高啊 這邊道德手勢有點跟不太上的感覺 強弩完全沒有空 直接被後方的火炮打爆了這些血量 哇 後面巨頭也是被火炮給直接拆掉 道德直接一個往前開A 就是下方這裡已經開始被戳進去 還有少量戰神從下方突然突襲進來 後方還一直下面在亂戳 前方的兵完全沒有空 讓前方的兵自由開火 但最後 VIPER一台火炮都沒有水撕掉 而且騎兵還在往前 這裡感覺道德控不太過來 這邊開始收村 戰車直接開到農田裡 這裡再打個一發 哇 倒光光 好 好 VIPER這邊加速相當吃力喔 好 這時候道德也不能下母子環 但道德的弓兵一直往前送 數量一直很少 有點虧不成軍的感覺 甚至連十隻槍你都不到啊 好 VIPER這邊虎斯派戰車 還在繼續量產 但金瑞依舊沒有資源可以點 好 這邊槍兵一直都擋得很好 讓對方騎士衝過來喔 沒有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被擊退回去了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跟二級的鍛造技術 好 我們只撐二攻喔 好 城堡這裡直接開拆 哇 差好快 沒了 OK 槍兵在這邊守護火炮就行了 讓這個戰車去打正頭 去扛一下奴兵的傷害 肯定是賺的 OK 這邊反擊回去 VIPER慢慢拿到了優勢 前方的組合有點 夾不太起來囉 感覺波西米亞打這個中國騎士 強弩的組合 並不是太難問題 這件波西米亞 榴彈炮配戰車 擊兵是完美組合 攻兵騎兵 護兵 都有應對方式 護兵就用戰車解 強弩也可以用戰車 騎士過來就用槍兵額外增上 效果直接戳爆 你騎士順便應騎的話 就會被 OK 我們槍兵給戳爛 那如果強弩直接原地輸出的話 又會被後方的火炮 直接打整一整排 我的天 VIPER這邊打得非常好 OK道德這邊直接從騎士上下進攻 想要繞背偷掉火炮 但火炮被槍兵守得死死的 完全沒有辦法騎上去 火炮直接解掉剩下的 強弩 太狠 這個就是波西米亞無敵組合 騎兵火槍 配上槍兵 只是這邊火槍被虎斯派戰車給取代了 基本上虎斯派戰車也可以當成火槍來看的就是了 下方這邊有野一些馬舅 VIPER這邊也是有做個應對的 有偵察到 這個燒戰應該是有看到 那馬舅一直有兵往這裡跑 這邊精銳戰車中午升級上去 攻擊力來到了13 遠防來到了10點 而且榴彈炮這時候升級也升級上去了 哇 拆升級場速度非常快 好但這邊疾病數量有點少了 難道出現了防守漏洞 先疾病上去 但是戰車打氣傷害也不錯 哇 直接被打爆 道特打出了 GG 波西米亞後期的無敵陣型 這個榴彈炮 精銳飛彈車 幾兵 全部升上去之後 能解的贏的職業選手 也沒幾個 所以VIPER選波西米亞 打這樣地圖就會相當不錯 因為這樣地圖 黃金量是偏多的 所以可以盡可能去打黃金兵 所以我覺得中國在這張地圖選擇 並不是非常優秀 但唯一的優點 就是 離的這張地圖 其實相對來說 離的還算蠻近的 可能中國可以利用一些前期的經濟優勢 趕快爆出大量騎士工兵 進行壓制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只要時間 一被脫長之後 波西米亞的優勢 會更為巨大一些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有波西米亞 拿到了7萬8的優勢 黃金的部分 雖然沒有優勢太多 但軍事方面 則是拿到1.32的KD 中國使用了人海戰術 終究還是沒有拿下這場比賽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